字幕作為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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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我們看一下4-1 等差數列與等差結束的習題 第六題 題目現在要跟我說假設3s加1 是19和2s-5的等差中向 然後題目要叫我求這個s的值 會是多少 這題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在於等差中向這4個字 那什麼是等差中向 我們現在複習一下 假設說A B C 這三數是成等差數列 那麼我們就會稱中間那個B 是A和C的等差中向 而且其中 B會等於什麼 前面那一項跟後面那一項 分別相加 然後除以2 所以這邊我就寫B 會等於是2分之 A加C 那B就是A和C的等差中向 由以上的觀念之後 我再回去看題目 題目跟我說什麼 3s加1是19和2s-5的等差中向 所以我見由等差中向的觀念 我可以得到的是什麼 前面那項跟後面那項相加除以2 所以我就寫19再加上2s-5除以2 會等於什麼 3s加1 那我的目標是要求出什麼 s的值會是多少 所以我現在等式的左右兩邊 共同乘以2 等式的左邊就會變19再加上2s-5 那右邊的話會2乘以瓜虎的3s加1 等號的左邊是誰 2s再加上什麼 19-5所以加上14 等號的右邊什麼 6s加2 接下來的話我就把有s放一邊 沒有s就放等號的另外一邊 那下一步我就會得到什麼 4s會等於什麼 12 那這樣的話我在等號的左右兩邊 共同除以4 我就可以得到s會等於3 那我就回答這題 s的值就會是3喔